大家好,我是DantoDiempo 拍了幾支影片,我發現我沒有跟你們分享 我為什麼想當演員 這支影片分三個部分 故事,我怎麼當演員的 跟,我為什麼想當演員 我下面會分段,可以直接跳到你想要看的部分 話不多說,直接,Let's go! 在我大學的時候 都是靠家人給我的生活費生存的 大家都是一樣,每個月差不多五千塊台幣吧 我在2010年,找家教,打工,靈演,都是用PTT 不知道,寄了幾百個應徵信 都是以家教跟靈演為主 當然,就是為了賺外快 找西班牙文家教,英文家教 也有考慮是要研究 但是放心,我真的不敢 也有考慮過站牌的人 但,一定會被老媽罵死 所以,我還是沒有選擇這個 後來,我還是當了西班牙文一的助教 不過,這個故事,我們下一次再講 反正,丟來丟去,沒有想太多 就突然,送到一封Email 裡面寫著 俊瑤,我是XX公司的圈圈經紀人 內容其實我有一點忘記了 但不過,基本上就是叫我去公司拍檔案照 檔案照就是兩套衣服 每套衣服就是要拍特寫半身跟全身 如果有興趣看這些衣服的經典配搭 請參考我之前的影片 拍完之後的心情就想著 這個地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因為當時剛好天黑 所以感覺陰沉沉的 不過,快轉兩個月 同一個經紀人就跟我說 我有選上一支台營人獸的廣告 我人生第一支廣告 那個時候好像是拍底片的 那所以從什麼時候開始當演員呢? 20歲的我 只是想要有趣的方式賺外快 畢竟本身在物理系的成績不是很優 只好開通一條路 而且當初就想著 為什麼沒有選外文系呢? 也許可以比較早畢業 當外交官 或者是當翻譯之類的 或是提早畢業可以拍更多廣告 不過回想,幸好我沒有轉戲 20歲的我 我只想要多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反正已經放棄了物理系遮飯碗 而且也只是想要賺錢啦 沒有想太多 以前就覺得如果一天可以賺5000塊 也就是等於每個月的零用錢 就很不錯了 真的很天真 剩下大學最後幾年 我就邊讀邊接廣告 那時候很討厭試鏡 我本來以為 好好挑照片就可以選上了 幹嘛要試鏡 一開始沒有所謂的夢想 什麼要成為好萊塢的演員 或者是要成為金馬獎的最佳男主角得主 只是覺得每次去拍片的時候 很稀奇很新鮮 很少見可以上電視還蠻好玩的 處在刺激跟緊張跟好玩中間 跟我的個性很適合 快畢業的時候 我發現命中率真的是太低了 一年頂多可以拍兩三支廣告 所以我就打算 回到PTT兼英文家交 沒想到 其實我不小心發現 對演員最適合的part time 你會問說 俊瑤你畢業了 是不是馬上就當演員了 No 我畢業就馬上當兵了 然後就下部隊的時候 跟一些弟兄拍了文藝金像獎 很意外的拿到第三名 當兵讓我反省 讓我對未來的規劃 產生一些方向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 要好好當演員了 就這樣 不知道腦袋少了哪一顆螺絲 一般可能會猜 拍完自己一支作品 就想要當演員了 但我相信這是一個過程 我是在當兵的時候 腦筋比較清醒 除了打掃跟運動 跟正常作息 沒有其他額外的干擾之下 就做出這個決定 但是我還是很害怕 既然就讀物理系了 一定會被父母念一頓 說什麼要當演員 自己的內心也會想 你過去只拍兩三支影片 然後加上文藝金像獎 你覺得你可以喔 當時的女朋友 準備碩士畢業 她的人生方向很清楚 那時候 阿兵哥一毛錢都沒有 你說壓力大不大 退伍25歲 會不會年紀太大 沒有人要你 不管做了什麼決定 我必須得承擔所有後果 不管好壞 Buff Proctor 說得很好 如果你的目標 不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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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7月 退伍不到一個月 我就馬上簽經紀約了 心裡默念 我會給自己五年的時間挑戰 2015到2017 這個期間沒有設定好目標跟方向 自以為認真 心態跟工作完全沒有改變 導致結果 作品也不是很多 常常跟親友抱怨 為什麼其他演員有上 為什麼沒有選我 我又要試鏡了 這種吉利掛啦 表演課沒有認真上 技巧運用不理想 英雄聯盟沒有打到金牌 當時我不懂 付出多少就會得到多少 最後的輸出 一定遠小於我所期望 那時候帶著厭倦煩躁的心情去試鏡 而且 這些小小的事 讓我錯過不少二選一 我個人覺得 我得承認一件事 當時沒有真正認為自己是演員 介紹自己的做什麼事業 我都會說老師跟家教 因為比較好聽 別人不會多問問題 也不會聽到我為什麼不在大螢幕的藉口跟原因 有些事情 做完決定後 不一定心裡有接受 其他人怎麼看你 你也無法控制 你也只能從自己開始改善 2018到2020 混了三年才發現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於是 我就開始反思接下來的三年要怎麼過 像劇場的獨白 在我房間半夜訓話 跟自己說 你這個決心跑到哪裡去了 難道你要一輩子抱怨到底嗎 你有做好準備嗎 你有付出多少心力 你是努力讓自己變好 還是給別人看 不論夢想跟目標 接受現狀 勇敢邁進第一步 是改善自己的關鍵 常常跟計程車司機聊天的時候 聊到自己的工作 他們都會說 哎呀做這個好辛苦啊 他說我當演員很辛苦 然後我每次都會回 不管做什麼工作都很辛苦 那倒不如做自己喜歡的 通常司機都會回 嗯 也是 回到最後一個問題 為什麼想當演員 簡單來說就是喜歡 但比較完整的答案的話 我大概思考了一下 有三個原因 服務 成長 跟成就 服務的部分 我們在這裡幫助別人 我們最喜歡做的事 各行各業的服務項目不一樣 我只是很幸運的找到 最適合自己的行業來服務別人 你需要一個懷孕的男生嗎 或者是賭勝 還是要跟花木蘭一起 從軍的郵差 我會盡心敬你敵人 I'll go the extra mile for you 成長 不光是遇到挫折 就能成長 能夠好好觀察 了解跟接受自己 才是成長的第一步驟 當演員這五年 有讓我仔細觀察 我所有的選擇 每個選擇 不只是要經過心理 也是要透過大腦去觀察 雖然這些 並不會讓我的事情變簡單 但好歹 會讓我習慣成長的過程 演繹這行待久了 其實不孤單 因為台灣夠小 可以認識大家 可以跟很厲害的人一起切磋 還蠻不錯的 也只能說 謝謝你們 成就 成就這種東西 是非常主觀的 能夠突破上一支作品 就是我的成就 畢竟每次拍片的時候 性質跟目標不一樣 只要有突破之前的水平 就 Good job and pat in the back 有些人可能會對薪水好奇 我對薪水這個看法的浮動非常大 大學以為可以賺很多 一開始這一行 第一、二年 覺得其實沒有很多 後來近兩年才發現 如果自己有設定好這個規劃 以我的狀態 其實是可行的 我還是要強調 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得付出一定的代價 越高的目標 相對時間努力付出 跟資本一定得付出更多 通常 像這種另類不穩定的收入 你的決策 不能跟上班族一樣 必須得花多一點薪資 找出額外的金錢來源 聽完故事了 你有什麼不敢執行的夢想嗎 還是跟我一樣 當初 不知所措的抱怨動抱怨喜 最後 送你們一句 Never give up on a dream Just because of the length of time it will take to accomplish it The time will pass anyways 謝謝大家 Hasta la vista 掰掰 自己的內心也會想 你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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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可能會對薪水 薪水